曾经在全世界包括台湾挑战各国政府的交通法令 并与计程车司机引爆严重冲突的Uber 去年10月在台湾面对交通部寄出多元计程车方案后 历经一年的磨合 19号却携手台湾计程车学院以及6家多元计程车队 在台北发表司机神救星线上训练课程 而包括Uber台湾代表多元化计程车队代表 以及台湾数位平台预约接送产业工会发言人李维尔等人 都对应邀出席的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感谢 认为多元计程车方案让他们共创多营 不仅职业的司机越来越多 现在更共同推出安全认证课程 针对乘客最在意的超速与分心 击杀 酒醉乘客 冲突与性骚扰等四大情境 帮助驾驶 通过训练 取得安全凭证 而事实上 目前已有99% 高达8000多名Uber司机已经具备资格 台湾计程车学院协会理事长侯胜宗也表示 将于明年对外开放这项线上课程 希望全面提升台湾计程车司机的安全素质 对此林佳龙深感欣慰 并在致辞时回应Uber去年还在抗争时 向他抛出的问题 那时候抗争 轮流在交通部 大家接力散 一个礼拜里面 有时候是Uber 有时候是我们的这个计程车 的朋友 那交通部抗议不够就到行政院 抗议完了就绕到凯达格兰大道 那我的长官会一直在问我 能不能让他们不要到他们那里去 在我这里做谦解 因此当时Uber说 没有人应该输 那我回应是 我们可以一起 林佳龙也认为 台湾的Uber与继承车司机合作的案例 可以成为世界的典范 也让台湾经验被世界看见 让台湾这个品牌 可以从防疫大国走向观光大国 让全世界的游客来到台湾 都很乐意搭乘台湾的多元计程车 中央我们电台记者杨仁祥 吴立军在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